第504集 其实仔细地观察就会发现 这座古城不像是今天现代化的城镇 里面没有电灯 门口全是灯 看着古城就像是身在梦中一样 可这不是做梦啊 城市很真实 不像是虚幻 我们决定去看看 于是驾驶着快艇朝着内核开了过去 这时河里很多船来回的穿梭 船上的人都是一身古代的打扮 他们对于我们的到来呢 好像并不是很惊讶 这时我的心里忽然想到了阴城 记得上次去阴间就遇到了这种的情况 那个阴城里的鬼啊 各朝各代都有 不过 那个阴城整个城里死气沉沉的 灯光都是绿色的 而这座城里的灯光是暖黄色和彩色的 虽说灯光有点不太像 可我还是觉得眼前这个就是阴城 想到这里我赶紧对张员说 张员 快 快停下船 咱们不能再往前走了 小冬 怎么了 我说 我们不能再往前走了 眼前的这座城不对劲 你们看那些小船上的人 一个个都穿着古代的衣服 虽然样子试人 可是 我怀疑他们是鬼 这里好像是死人才能带的阴城 火人绝对不会住在这种的城里的 我记得那次被母爷插骗魂就到了阴城 那里就和眼前的这座城差不多 如果我们贸然的进去了的话 到了明节就是鬼了 可能就回不来了 张员一听赶紧的停住快停 脸色慌张的说 死人住的阴城 我们怎么会到了这个鬼地方 对了 老唐啊 你经验多 赶紧说说咱们该怎么办 这时老唐说 小冬啊 你想多了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 这个就是微山湖的奇景 六十年已显身的水下流程 老祖宗们说过 谁亲眼看到了流程 谁就会交好运 流程 这个是怎么回事 老唐 听你的口气 应该是知道这座城啊 老唐听我这么一问 就赶紧让张员把船停到了一边 然后就给我们说起了流程的来历 流程啊 是微山湖水底的城市 你们不知道 这里原来不是湖 而是山 听老人们和历史学家讲 这里很早之前是一个群山环绕的地方 周围有九十九座山峰 其中呢 以微山最大 由于这里 邪尖南北 为自古兵家比正之地 慢慢的就形成了流程 流程是曾经 鲁南政治 经济文化的中心 景师俨然 楼舍皆比 富商大谷 名流显贵云集 人车 熙来攘往 只唐以前 这里一直保持着繁华景象 这个在许多人的家谱之上 就清楚地记载着 祖先曾生活在流程 流程这个地方虽然繁华呀 但是有一个致命的缺陷 就是地处 低洼的平原 极易受到水患 特别是黄河改道 大概是到了宋朝之后 一直到了明朝的四百年里 黄河屡屡绝口 泛滥南迁 钦夺四河 游淮入海 使四水宣泄不畅 淤塞积水 使这九十九座山峰下珠 呈湖沼 九十九座山峰 经过多次的升降和风化波式 已成大陆丘陵寺的小山峰 至此流程遭遇大水 慢慢地淹没在了渭山湖下 成了一座水下的城市 到了清朝的康熙年间 剧烈地严惩大地震 让渭山湖稍微地沉降了一些 形成了今天这个样 在我们这里 关于流程下线 还有一个传说 说的有名道姓 哪个人姓刘 叫刘伯通 此人乐善好施 为人慷慨 一日正在睡觉呢 祖先来了 呼哭啼啼的 刘伯通赶紧跪下 问祖先自己是不是有什么不小之处啊 还请先祖也指出来 先祖看着刘伯通说 你对我们一直很尊重 四十祭祀 我们在泉下很满意 我这次来是不忍心看着你们一家的遭难 特意冒着泄露天机的危险来救我 我说的话你一定要记住 现在起建一艘船 当你家门口的两个石狮子 眼睛变成红色之后 就赶紧上船不要下来 一定要谨记我的话 说完 先祖转身就要走 刘伯通赶紧起身相送 没想到自己一下子掉到了床下 这才知道自己是做了一个梦 不过先祖的相貌历历在乎 说的话犹如在耳 让他非常相信这个不是梦 而是先祖在警示自己 让自己躲过这一场劫难 他想了一夜 决定造一艘大船 刘家的家境不错 造船的事情说干就干 找来造船的木匠 说出船的尺寸 木匠说 此地河水甚浅 造船不用太大 一夜小舟就可以 可刘伯通不听 坚持要造大船 说等刘成地陷成湖的时候 这事传出去之后 邻居都笑话刘伯通 说他是起人忧天 刘成根本就不会下了 那条河也发不了大水 不过刘伯通对于那些人的流言蜚语 接不当回事 一边看着造船 一边让自己的儿子 盯着门口的石狮子看 是不是石狮子眼睛变红了 日复一日 大船终于造好了 这一天 刘伯通又让自己的小儿子 盯着石狮子看 石狮子的眼睛 是不是变红了 小孩子贪玩啊 被刘伯通使唤着 看石狮子 心里不愿意 就在那里哭鼻子呢 据说刘伯通有三子一女 女儿嫁给了陈家 生了一个儿子 这一天 女儿带着孩子回娘家 看到弟弟坐在石狮子前哭鼻子 就问弟弟是怎么回事 弟弟就哭着一五一十地 告诉了自己的姐姐 刘伯通的女子一听 感觉自己的父亲 这是老糊涂了 于是就让弟弟回家 说自己有办法 让石狮子的眼睛变红 弟弟走了之后啊 刘伯通的女儿 就用自己随身携带的胭脂 把石狮子的眼睛染得血红 然后跑到院子里 大声地叫着 石狮子的眼睛变红了 刘伯通一听大惊失色 赶紧到门口看 这一看 只见两个石狮子的眼睛血红 像是被血染的一样 这还了得 赶紧跑回家 让大家都上船 女儿觉得可笑 就把自己用胭脂染红 湿在眼睛的事情 说了一遍 可是 刘伯通不听啊 硬说这是天意 让家里人赶紧地上船 当大家都上了船之后啊 忽然大地颤抖了几人 远处如同雷鸣 又如同乱马奔腾 接着 就有一股黄色的水墙 陡然而至 那水墙比房子还高呢 整个的村庄 成了一片汪洋 这个黄河 是一条桀骜不驯的大河 千百年来 数不尽的决堤 改道 以善于 善绝 善图 而著称 一向有三年两决堤 百年亦改道之说 改道最北的 经海河 出大孤口 最南的 经淮河 入长江 刘家幸亏都在船上呢 黄河掘地 非常的可怕 把原本的村庄 变成了汪洋大海 一家人听天由命 随波逐流 任凭大船 在水中漂泊 一天夜里 他们突然看到远处 有一丝火光 一明一暗 就拼命地划过去 再次上岸 原来 是一位老汉 在树下 吸汗烟袋 他们看见的火光 就是老汉 吸烟时 发出的光亮 他们把这个地方 启明御火地 刘伯通一家 在此居住下来 经过一代代的繁衍 逐渐成为了 一个村落 其外孙成家之后 居住在 御火地的北边 又经过一代代的繁衍 也成为了一个村子 我听到这里 就问老汉说 老汉 这么说 你确定 现在这个 就是你说的流程 嗯 确定 回山湖边上 长大的人都知道 流程 有六十年 一线的传说 这个流程 每隔六十年 就会重陷在人间 有几只 夜雨晚归的船 竟使进灯火辉煌的 古城区 与古人对着 言欢 从此 六十年流程一线 便成为岛上 富如皆知的奇吻 老人们常说 蓬来仙山常见 可流程 难以相见 如果谁亲眼能看到流程 一定会交好运 我们今天见到流程 也许田建国有救 我听到这里 赶紧的说 那样的话太好了 我们赶紧进去看看 正好也长一下见识